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小小的主題是這一個畫展的第一檔 其實是在我的住家戶跡 我進咖啡店 然後我只是跟咖啡店老闆聊天 他就知道我在畫畫 然後我只是給他看了一張我的Q版的偶像作品 然後他就說你可以過來展 但我覺得最特別的是他其實是偏主角圖 讓他不排斥 然後就真的很認真的就是準備了這個作品 然後因為就是那個小咖啡店可能的聲音比較不好 然後爸爸就會有點擔心我的作品 沒有那麼多人看見 所以在此同時就跟那個殘境中心來結牆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跟那個蕙絕法師 就是他說就是覺得自己的作品好像真的有悲喜不玩 然後在這個地方展出也可以讓更多人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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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讓他去賺錢 一定要有一個正直工作 然後就是常常會自我懷疑 就是沒有表面上的那麼歲月記憶 燈光自己裝上去之後 其實效果不錯 還好這個長廊上面的氛圍沒有讓我們紫薇的作品 這個遜色 反而更增加了他這個作品的一個亮點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大家有這樣的一個因緣 大家都對文化藝術非常的感興趣 甚至是有非常深厚的這個功底 那我覺得紫薇的這個作品從傳統的功底轉化到這種 我們先用現在話講到很萌的這種畫法 畫風 其實我覺得要跟大家分享 就如同我們這個觀世音菩薩的一個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裡面有這麼一句話 觀世音菩薩呢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觀世音菩薩 因為他千處祈求千處意 湖海常坐渡人舟 另外呢 他以和聲而為說法 他就獻和聲而來渡種 所以因以和聲而為說法 就如同我們的紫薇這個一個作品 他雖然畫的是菩薩的樣子 各位知道真正菩薩的樣子是什麼樣子嗎 當你慈悲 當你柔軟 當你有智慧 當你在這世間 你是千處祈求千處印的時候 你就是菩薩的樣子 所以他今天用著這樣的方式 很萌的模式 來揣摩菩薩的一個樣子 我覺得我們非常讚歎他 從功底轉化到這樣的一個音樂裡面 那剛剛建民老師說 我們很用心 其實我也很慘忒 我剛剛一直在在外面徘徊 我為什麼一直不敢走進來 我後來發現我們還有很多需要改進 就因為各位這麼的護持這個活動 這樣的音樂底下 我覺得藝文這件事情 是能夠跟我們生活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大師一直告訴我們 要以文化弘揚佛法 其實佛法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文化藝術就在我們的生命裡頭 所以在這樣的因緣之下 我覺得我們要再來努力 讓這個建築物到場本身的硬體 能夠非常非常重要的去整理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再騰出一個非常好的空間 來讓各位有機會到我們產品中心 用你的作品 用你的生命 用你的智慧 用你各種不同的累積 來展現出不一樣的文化 不一樣的生命的這樣的一個精彩 所以今天這樣的一個文化藝術的這樣的一個聚會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甚至椅子一直在搬一直在搬 今天要送給大家的東西 我們本來想說分數應該是足夠的 沒想到現在樓下忙成一場 要幫各位裝很多很多要送給各位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讓人非常歡喜開心的事情 那待會各位這個茶會結束不忙走 請各位可以到我們各個樓層去參觀 尤其是我們的羅來店 我們的大店 各位可以去看看感受一下 那種不一樣的宗教氣息 跟這個不一樣的這個氛圍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的作品是把傳統的記憶 用不同的模式去做一個改變 或者是說用一種不一樣的生命的力量 或是年輕人的想法去傳說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也要開始慢慢去接受 年輕人不一樣對他們生命的表述方法 相同的我們的大店是用傳統的建設的方式 但是我們所有的工藝 我們所有的做法都跟著現代的玉石居精同在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待會也可以到我們大店去走走看看 那也可以走到我們的道場的每一個角落 都可以讓各位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這雖然說是一個道場 但是是一個最貼近大家 最歡迎大家來回應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跟大家在一起 也希望大家今天參加這一場這個開幕場會 能夠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歡喜 更重要的是把很多的智慧光臨帶回去 祝福各位 在這邊幫我女兒展出她所畫的那些佛菩薩像 原先她是跟我學公平畫的 那因為那個佛菩薩呢 經常看她們的一些故事 所以畫的時候就會融入她的慈悲 就是應該她的莊嚴性要怎麼去表達 那畫的當然是傳統的 那可是紫薇她是她有她的想法 那她的想法之前畫的時候 我是覺得有一點 這藍感不太太太 因為這有一點 就是後來畫了我覺得說 應該不錯 原因是這個 學佛不一定是從這個 年紀懂的時候才開始學 小朋友也可以 那小朋友你給她畫得太嚴肅 她會覺得說 那好像孔子什麼的 真的畫向她嚴肅 那紫薇的構想就是說 把它柔和一點 即使弄著一個飯本 那小朋友可以翻顏 她會覺得說 這個看起來就是很親切 主要的目的她就是 要讓很多小朋友能夠接觸 那大人也當然會 看了會會心一笑 因為我看她畫的時候 哎呦 什麼這個 貓咪在喝咖啡 關於菩薩 貓咪在看那個佛經 關於菩薩 我不確定她喝的是什麼 也許是白開水的 也許是咖啡啦 但是那種構圖 我就覺得很可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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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有些人 我也是 有些人 那些人 是 那些人 那些人 是 我也是 有些人 有些人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